Hello 大家好,我是Kath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即将去加拿大纪理,可能已经开始运工,甚至是offer 今集会分享多伦多的打工仔需支,会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会讲英货税收入和联邦税率表 第二部分会讲最低工资 第三部分会讲出粮扣税与福利 第四部分会讲员工福利 第五部分会讲公众假期 如果大家喜欢今集的内容,记住like、subscribe和comment 还有share给你的好朋友 第一部分要讲英货税收入和联邦税率表 税务条例将英货税收入分为四类 申筹收入、生意收入、投资收入和资产增值 英货税收入的范围好广 例如申筹收入包括佣金、小费、津贴、自雇收入、养劳金福利 政府及私人机构退休金、失业保险福利收入 国内外利息及股票股息收入、资产增值收入、租金收入、RRSP提款 生意收入和助学金 2021年的联邦税率表 你会见到$1-$49,020的部分需要付15%的税 超过$49,020-$98,040的部分就付20.5% 超过$98,040-$151,978的部分就付26% 超过$151,978至$216,511的部分就付29% 超过$216,511的部分就付33% 究竟需要付多少税呢? 这个是取决于你在加拿大住在哪里 以及申报的来源收入有多少 需要注意的是纳税年度是12月31日你住在哪个省份 按照哪个省份或者地区的税率征收省级所得税 个人收入越高其实税率也会越高的 而第二部分就会说一下安省的最低工资 以安省为例 最低工资是$14.25 以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 每星期大概会赚到$570加币 而一年52个星期来计算 每年就会赚取$29,640加币 大概港币$181,693 以现时来说这个程度是不需要交税的 我会述一条链给大家参考 你可以看看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是多少 而第三部分就会说出粮扣税与福利 加拿大和香港的收税方法不同 这边是每次出粮的时候 就会扣了所需要的税金 包括了薪金税、income tax 联邦退休保障制度下的费用 有升为CCP、Canadian Pension Plan 也会扣失业保险金EI、Employment Insurance 这是失业时政府给出的救济金 合共扣起的数目一般是工资的两三成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CCP Canada Pension Plan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 这个是用来保障投保者和其家人 在退休或失去工作能力或死亡时 可以得到保险赔赏 这个退休金和薪水收入相关 标准是年满65岁就可以拿的 最迟就是70岁 可以得到人工所得的25% CCP的资金是来自受雇者、雇主或自雇者 每年缴款累积 2021年雇主和雇员缴款的CCP 分别是5.45% 大概加倍3166.45% 自雇人士需要10.9% 需要独自承担CCP的缴款 总数是6332.9% 而RRSP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注册退休金计划 RRSP是加拿大第三层的退休保障 是为在职人士建立一个退休注册计划 是由在职人、配偶、同居配偶缴款 RRSP的账户里面的金额可以用来抵税 赚取的收入通常都是免税 而这笔款项要存在RRSP的账户计划里面 一旦由RRSP提款的话就需要交税 除了用作为退休储蓄之外 也可以用来买楼的 又或者用来读书都可以 例如一些Home Buyer Plan 可以用来供款帮助首次置之业 也可以用来读书 例如一些终身学习计划 Lifelong Learning Plan 用来资助受训或教育的用途 而刚才也有说过EI 究竟EI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就业的保险 Employment Insurance 又称为失业保险 如果不幸失业、患病、生小朋友 或者领养小朋友而不能工作的时候 都可以透过全国性的就业保险计划 National 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而获得临时收入 EI的保险金固定在薪金内扣除 而领取EI期间 除了可以获得失业保座的收入之外 还可以有职业培份保座 每当失业的时候 可以向政府提取每周或每月的EI保险金 每星期大概加倍500元以上 这是税前的 提取期就up to 50个星期 视乎个别情况 基本就给失业者有足够时间找到新工 当然在提取期间需要证明有积极运工 而第四部分都会说一下员工福利 有些雇主会帮员工和配偶买福利保险 由加拿大的保险公司成保 例如买药、看牙、整牙、买眼镜、按摩等福利 但通常眼镜或牙科方面的保险额都比较低 加拿大有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 每周40小时 一般非服务性职位都是周末休息 每年除了12日公众假期之外 雇主必须提供雇员有新假期 工作满一年、五年、十年 每年的有新假期分别是两星期、三星期和四星期 而最后都会想说一下公众假期 刚才也有说过有12日公众假期 1月1日New Year有假期 Good Friday4月2日都有假期 Easter Monday4月5日也放假 Victoria Day5月24日会放假 Canada Day7月1日我们一定会放假 Civic holiday8月2日也会放假期 而刚刚我们Labor Day9月6日也放假期 而真相和假纪念日 你见到9月30日即将会有假期 下个月就会Friendsgiving 10月11日感恩节假期 而11月11日是军人纪念日 12月就有两日假期 就会是Christmas Day12月25日 和Boxing Day12月26日 我都会post这个表给大家 但大家留意 有些地区放假的日期会有不同 今集就讲了 我已经放税收入及联博税率表 最低工资 出粮扣税与福利 员工福利和公众加纪 希望大家会了解多些打工的咨询 如果大家喜欢今集的内容 记得Like、Subscribe和Comment 再share给你的好朋友 下次再见 拜拜